台东市中华路5号深夜发生一起追撞车祸 一名男子连撞两车后爬出车外 发现警方获报杆底现场时竟然开始戒酒装风 扮起当机现场起当 还跪在地上大乱远景 并且拒绝警方酒测 警方则展现公权力 直接将男子送往医院抽血 测酒测职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小客车整辆丰富在路旁 而肇事的黄姓驾驶竟然双脚跪地开始起机 脱续的行为让人直摇头 昨日晚间11点50多分时 在台东市中华路上发生一起车祸事故 一名32岁的黄姓男子疑事酒后驾车 先是撞上一旁冰释车的后照镜后 再追撞路上另一台轿车 而黄姓男子所驾驶的至小客车 则是当场翻腹 整辆车四轮朝天 黄姓男子则是自行爬出车外 在楼上听到撞击声 后来下来看的时候就看到现场这样翻车这样 那个人是怎么样?刚刚看到 看到他就直接从车上爬下来 没多久就开始披挡了在那边乱跳这样 有跟人家相撞或是怎样吗? 没有没有没有 有对人家动手动脚吗? 没有没有只是行为在脱续这样 对对对 你有闻到酒味有喝酒的感觉吗? 我是没有靠近 黄姓男子在见到警方到场后 竟然直接在马路中央双脚跪地 开始脚踏七星步现场起击 但警方却不为所动 拿出酒册器要对黄男进行酒册 但黄男依然顾我并持续作法 警方在无奈之下直接展现公权力 强力执法将男子押上警车 送往医院进行抽鞋酒册 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 沿中华路北向南执行 先插撞由邓姓民众禁止停放路旁自小客车 再追撞 零姓民众停等红利灯起始自小客车 现场无人受伤 黄姓民众于酒册时假意吹气 无法测得酒精浓度 并有情绪失控 不配合警力调查这情形 以委托医院抽血检验 本分级将深入调查造势原因 而台东分局也呼吁酒驾零容忍 警方将针对易造势的时段以及路段 严正执法 以维护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曾经理台东市报导